上次說到馮茂避開了老道士于雄的暗器五毒梅花針 哎呀,現在他才知道真是天外有天的人上有人 于雄的武功的確是比自己強很多很多 真是怕他才怕米貴了 那麼馮茂走得掉就雞腳了 這樣就說明,他走那麼快就不是為了逃命 做什麼呢?而是想追上史燕超,曹漢兩位老將互送他們出軍營 所以,他哪裏黑就暈哪裏走 有人爛路就打陣,沒人爛路就拼命跑 跑呀,跑呀,跑一下 忽然軍營中嘟嘟聲吹號角 那些藍塘軍族聽到號角聲 誰人都由夢中驚醒 力氣兵器就各首各的防地,準備迎戰 于雄立民善,全令死守北營門 不准放走一個宋將 那麼再說史燕超和曹漢兩位宋將 就好歹他們穿了藍塘軍術的衣服 在敵營裏頭就亂跑亂走也行 雖然有人懷疑他們,只看不清是什麼回事的時候 他們已經騎馬跑過了 他們一路順風順水,順順利利來到北營門口沒多遠的地方 哎呀,去到那裡糟了 發現再向前跑就沒命 原來林文善的命令傳到北門 現在北門的弓箭手已經嚴陣以待 一見他們兩人兩騎來刀 一起發戰 那兩元宋將就沒有起搶來的長槍 撥開他的戰 哎呀,無奈藍塘兵越擁越多 抓住他們 他們是宋將來的 別放走他們呀 現在軍營到 真的好像倒捨羅蟹那樣 那些人亂跑亂叫 這時候馮茂也趕到來了 一見衝不出去 忽然他就醒起來 臨出秀州城那時候 軍師苗松線就說派人來接應他的 不過他們是以火光為好 嗯,沒錯啦,沒錯啦 那自己應該放火才對 於是馮茂就切出地轉在附近 看看左近有沒有容易著火的地方 忽然間被他見到沒有多遠的地方 就有一間石屋 石屋很難燒著 不過石屋的旁邊 就有一間竹棚 棚頂抹趕來搭的 看樣子 多數是徐房來了 徐房裡頭一定有油的 對啦 馮茂就趕快跑過去 四圍一抄 果然有油 還有一堆堆的柴火 在石屋的門口 就點了一盞燈籠 真的樣樣好像等定馮茂來點火 真是幸運 馮茂就將幾層油 倒入柴草裡 又撲上棚頂 然後 將屋門口那盞燈籠 一手就扔到重棚上邊 噴聲 著了火 那些火燒著柴草 又有油了 嘩這麼快 整間廚房燒到逼逼白白 接著被風一吹 又立著旁邊的帳篷 煞時間 整座軍營燒到含含聲 軍營一火燭 那些藍塘軍士 各個心驚驚 面青青 沒什麼心機 那這陣時埋伏在軍營外邊 那五百宋朝士兵 見到藍塘軍營一片火海 領隊的張光遠羅元西 就命令士兵雷起戰鼓 大聲立喊 嘩嘩嘩嘩嘩嘩嘩grass 嘩 鼓聲叫聲 火燒的百百聲聲誓驚人 十里八里路都聽得清清楚楚 那麼本來藍塘的弓箭手 對著斯彥昭和曹汗射的 失驚無神聽見營門外邊的殺聲震天 連忙倒轉身 對著充盟的宋軍來射 那對 這邊史燕超曹漢暫時沒什麼人爛了,兩延大將就舉起長槍,左掃右翅,一輪猛衝,結果就趁亂衝出營門外邊。 張光軟羅迎勢一見兩位老將出來,又悲又喜,馬上就問,還有馮茂將軍呢? 哦,他叫我們出來,他說他還要去救高元帥。 好吧,我們在營門外邊等他們,張光軟就帶著五百兵桌,閘在藍塘軍營外邊,就等馮茂救了高懷德出來,一齊走。 等下,等下,知道藍塘軍營的人聲越來越少,咦,為什麼呢?難道沒了事? 忽然間,失失聲,咚,一聲砲響,軍營中燒時,燈光火猛,張光軟一看,哎呀,當場面青,佔幾百個藍塘軍出,左手舉火把,右手拿兵器,咧咧咧聲衝來迎門這邊。 隊伍前邊就幾匹快馬,為首的是藍塘大水林文線,身邊有老道士于雄,左右是雕祖龍、雕祖虎等十元八元猛將。 張光軟見到這樣的人馬跑來,哎呀,有什麼發展不面青呀? 和這些人動手,正是雞蛋碰石頭,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 那馮茂這時候又未出來,自己帶兵走了,又不對的。 現在,正是一個心大心細,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正是一條危險磨磨的黑影,在軍營裡頭就飆了出來,很快就跑到近來, 喂,我回來了,你們還不快點走,于雄來緊的啦。 張光軟一見,馮某,哎呀,當堂吃了個定心丸,命令就前隊變後隊,後隊變前隊,撤回壽州城。 於是乎,這五百精選出來的軍術,就護著史燕超的紀元大將,整整有條地撤入壽州城。 南堂元帥林文綫,就追著他們尾後,來到壽州城邊。 但是城樓上面的宋軍,早有準備了,十聲就猛地射箭,攔著他們,有些就扯起吊橋,山陷城門。 林文綫,追了一整天,追過吉,生蝦地跳,打,今天跟我攻入壽州城。 他命令那些南堂軍,就乘勢,架雲梯,攻城,想一鼓作氣攻入壽州。 但是壽州的宋軍,就已經料到南堂軍會這樣做的。 你們這些人來,等著你們了。 守城的宋軍,就用滾木雷石,石灰瓶,弓箭,來接待南堂軍。 南堂軍在林文綫的督戰下,就連氣攻了五次, 扔下幾百條死屍,還是攻陷壽州城。 林文綫這個時候打到火遮眼,還一口叫,跟我上! 用詩殿都要攻陷壽州城。 但是老道士于雄呢,趕到來一看,哇! 見到這麼多條死屍,尺到他的褲都脫了,就算臨文綫了。 哎呀!林元綫,你不要這樣啦! 開講都有話,天時不如地利,宋軍在城樓上邊, 他們是居高臨下,二手難攻啊! 他們是居高臨地利,我們在城樓下邊沒有居高臨, 傷亡太大,不發算啊!完帥! 林文綫一聽就更加火滾了,哦! 那難道我們不打壽州城了嗎? 哦!那不是不打! 嘿嘿,我可以不動刀槍,不相一兵一仗,就可以拿到壽州城啊! 喂!軍事!你不是吃得大頭菜多,在這裏發開口夢,是嗎? 賢勢!你內心點聽我說完他啊! 你就當局者迷了! 喏!你想一下,趙康印二十萬兵群在壽州城裡頭, 每日他們要選好幾多糧草才行啊! 人食為馬,少一點都不行啊! 那麼我們在外邊圍城,他們出不到來,又調不到糧草進去! 嘿嘿嘿嘿,我看不夠半個月,他們不投降呢,就哭啪啦! 餓死了那些城裡頭,我們真的不用這麼喉琴打他們了! 嗯!軍事! 哈!你說得有道理,聽你的! 總軍,全我將領,收兵! 林文善命令收兵了! 那麼他們收兵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天罡大霸! 再說壽州城裡頭,見到林文善設了兵,守城的軍術才吐嘆大氣,就立刻加高城場,準備滾木雷石,防備南塘軍再來攻城! 天罡大霸,馮茂就到袁穗府交令了,他一見到高懷亮就說了, 袁穗,小將無能,救不到高駱馬和夫妍馮先鋒,突來請罪呀! 高懷亮就說了,馮將軍,你已經救了曹侯爺和史將軍出來,立了功了! 現在既在功勞堡,等萬歲回朝,再封官晉升! 趙康印在一邊亦插嘴說了,馮將軍辛苦了! 孤王擺了酒宴為你慶功,你為史將軍曹侯爺壓驚! 馮茂就立刻說,哎呀,萬歲,這次我沒面子喝酒了! 今晚等我去救高元帥和夫妍馮將軍回來,再一起喝吧! 趙康印就耍手兼令頭說,哎呀,不行,馮將軍,今晚千萬不要再去了! 昨晚已經打草驚蛇,林文綫不會把高元帥在老地方的! 馮將軍現在這樣去,只會自投羅網,孤王幾帶都不讓你去! 君子苗松線亦不讓他去!馮景村亦勸著兒子! 馮茂好勝心很強!見沒有人贊成他去,便捱著肚子! 哈!到翌日病了,病到起不了身! 哎呀,就這樣! 宋太祖趙康印被困壽州,殺不出去! 林文綫亦攻不入城! 江陰此戰日月如疏! 宋軍在城裡頭捱著捱著,不經不覺就捱了有兩年那麼久! 哎呀,這兩年,真是難捱了! 二十萬的宋軍,再加上十萬八萬成宗的百姓,你說日日要吃多少糧食? 兩年之後,整個壽州城就基本斷糧了,沒有糧食! 那開初的時候,就剝樹皮,吃樹葉,就剖了生畜,來填土,凡是吃得的都吃清光! 哎呀,真是有錢人就變窮人,窮人就變黑衣了! 這樣的年頭,真是金銀財寶不如糞土,只有吃得的東西才值錢! 那些小孩就餓到整天哭,大人就流乾了眼淚,軍事要打仗,才來不中有餐吃下! 那些青壯年,餓得都走不動了,每日都有老人小孩餓死! 那趙康印身為皇帝,都算他不錯了,和大家一起熬! 這三日,他已經一粒米都未落過肚,一味飲水,就餓得眼花花! 站在街上,見到狗走過兩條尾,見到人家戴一頂草帽,就以為那頂草帽是大餅,忍不住就猛地吞口水! 他心想,由京城到壽州,他們已經將近有三年了! 現在又遇到大難,難道宋室江山就要滅亡,藍塘就要興旺嗎? 看著那些百姓軍事餓得死死下,真是不如自己去藍塘自首送死,免得連累那些神文! 想到這樣,趙康印真的難過到那心那肺,自己身為皇帝,連累了那麽多人! 加上他現在三日,一粒米都未落過肚,餓得他肚皮鐵的腰骨,手腳沒有力氣,整身是滿飆虛寒! 眼前嚇嚇嚇嚇,快要暈倒! 正在這個時候,有人在遠處叫他,萬歲!萬歲!你看這些是什麽! 趙康印慢慢睜大眼,都不知幾時,苗松仙帶了老伯來到他面前! 只見老伯左手挽了一個竹籃,竹籃上面蓋了一塊白布,老伯右手拿了一個粟米餅,遮到趙康印的嘴裡! 哇!趙康印一見這個粟米餅,覺得香噴噴,真是比以前在皇宮吃的點心還要香! 那麽其實哪都是啊!家人都是餓得太餓,有得吃啊,什麽都香的啦! 好話不要聽啊,屎不臭都吃啊! 趙康印接個老伯弟給他的粟米餅,啞大嘴就要咬了! 忽然間,有兩個穿開朗褲的小朋友就走過來! 這兩個小朋友都骨瘦如柴,頸子低 Kelow那麽小朋友! 他們看到趙康印拿著那個餅,伸了一小孩出來,問他吃啊! 趙康印一看,就立即不吃啊,將餅脆開兩拌,一個小朋友給給一半! 然後兩個小朋友接個邊餅,琴琴琴咬了一口,嘖嘖嘖嘖嘖! 接著就吞了兩口口水,啊!下面那些不吃啊! 轮转身就走,赵康人就说了 小孩小孩,快点吃完那块饼再玩 只见小孩拎下拎下的头就说了 不吃了,我要拿给妈妈吃 妈妈我都起不了身了 小孩说完就哄哄声跑走了 赵康人听见心如刀割,眼泪汪汪 苗松仙就说了 万岁啊,你别难过主 我们这运有粮食了 这位老伯知道万岁挨肌底饿 不忍心,留夜做了几个粟米饼 给万岁了表忠心 万岁,你快点吃吧 只见老伯揭开竹篮上边盖着的白布 原来里头就装着五个粟米饼 哇,老实说,米体是五个粟米饼 在那个年头,五个粟米饼给五斤金还值钱 一个饼可以换到一个老婆回来 赵康人见到你五个粟米饼就慢慢吞口水 还硬忍着,他说 老伯,你不如留自己吃吧 老伯就说了 哦,我,我,我呢,就吃了了 赵康人又让给苗松仙吃 苗松仙又说吃了 赵康人这阵时就顾不得自己是皇帝身份 免得讲排场讲体面 站在街心,拿起一个饼就急急吞吞了下肚 跟着琴琴又吃多一个 还不想要吃 苗松仙就不让他吃了 哎呀,万岁,你别吃了 饿了几天,一次赚这么多,赚坏胃口的 这些留下来晚点再吃吧 赵康人听闻,走到面红面白 认真不好意思 自己身为皇帝,好像饿鬼一样 急忙放下那几个饼 这时候赵康人有东西落土 当堂有点力 他就问了 哎呀,人是铁 饭是钢 一餐不吃就饿到疯 哎呀,老伯 请问你高姓大名 那个老伯看着看着赵康人 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说 啊,万岁啊 人人都说你是至姓至名 礼言下事 少人多信 哎呀,今天见到 才知道一点都没有假 就看你正话给饼那两个小孩吃 可见你是爱民如子的又道名君 万岁 你欠几多粮食 老夫包起它 保证供你们食几年那么久 赵康人一头雾水 老伯啊 你说过的东西 是真还是假的 哎呀,被水光我做担 都不敢对皇上说大话了 真是珍珠都没那么真的 苗松仙这阵时就插嘴话了 万岁啊 当街当行 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我们只是走入行宫 坐下慢慢再谈 那说完 他们军臣就走入行宫 来到书房 赵康人就叫他们坐下 跟着就每人倒了杯滚水 他就问 军事 这位老伯是哪里请来的 苗松仙一位音音笑 没有出声住 那各位 原来这件事是这样的 军中无量就人心惶惶啊 苗松仙身为军师 亦无量差 急得他就好像热祸煎蚂一样 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 不过他不是去散心游玩 而是思察民情 就想办法囚集粮食 他夜晚 日头 日夜不停地在街上四围转 那寿州城的街街巷巷都被他走云了 哎呀 他只见家家都断粮 有钱的人家呢 早就辞了那些婆妈妹仔家人 就这样了 怕着多个人就多把嘴 有一天 苗松仙呢 就来到城西一条巷仔里 那这里有三间烂屋 但是这三间烂屋呢 日日都有烟火 有烟火 就是有东西煮来吃啦 又见这家人啊 个个都红光满面 好像不休息的那样 苗松仙就觉得奇怪了 就连你在这里抠了五日 咦 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 咯 比喻 这家有个老伯 他衣着就咳咳咳咳咳 这面色就很红润 还经常拿些粥出来 周祭下隔离轮舍那些小孩 那看你这个老伯的身世 都是労苦人家来的 為什麼不休息呢? 糧食又在哪裡來呢? 苗松仙雖然是軍師,他也想不到 想知深一層,就唯有篩暑些 去聽別人在家裡說的話,聽不聽出話 這天晚刻,苗松仙就扮成一般老百姓 伏在老百家屋的窗口底下,偷聽別人說話 沒多久,就聽見裡頭有個女人說 爹呀,你快點說那些東西出來吧 你看,全城人都餓得多可憐 有個老百就回答他 哎呀,不說得住的,我怕燒香引鬼 如果被趙康人知道,他一定搬到糧食走 那些當兵的有飯吃,又想著打仗的啦 那這場仗豈有排打 爹呀,人人都說趙康人是好皇帝 他的兵不搶東西不打人的? 看著別人的危機抵惡,我們… 我們織回陰德也好啊 嗯,這樣也就是,稍微稔一點,我還是先看看 苗松弦在窗口下聽見了,HighLOخ 知道這家人有很多糧食 不過他是不敢獻出來的 啊,為甚麼不敢獻出來呢? 那其中的確有缺辯了 今晚回來對了,那苗松弦就不敢跟其他人說 當晚,第二天,他又來到這位老伯的家門口,後個老伯走出街,就專門去說話,從中宣傳趙康印是個好皇帝,他興兵討伐藍堂,是順天應人。 說說說,就說到老伯心動動,他就說,先生,我都是以聽為虛,眼見為實,我要去看看趙康印是怎樣的人才行,廖松線就心急,哎呀,老伯,萬歲已經三日沒吃到東西,快餓死了,你不要只去看看就算,要快點去救家才行。 說說,那就好了,我去救家,只有一樣,趙康印是好皇帝,那我就幫他,如果是個殘暴溫君,我死都不理他了。 就這樣,老伯拿了六個粟米餅,用竹籃裝著,就去見趙康印了。 各位,這個老伯說他有大把糧食,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明天再說, 讓你找到這次,要去見趙康印。 我們這個吉利,要講得很好。 請便宜,請聽說,喝完訂閱,走一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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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了。